整體經濟差勁 強積金回報率錄得成立以來第二差的表現 是負百分之十五點五 究竟在社會復償後 有沒有機會翻身呢 出路又在哪裡呢 是增加投資選項 或是跟通脹掛鉤 增加拖卷佛則 又能幫助打工仔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特報解 跟所有打工仔都有關 部主也有關的強積金 最近大家都非常關心 現在外面經濟風大雨大 強積金的回報 大家都可以預料會怎樣的情況 怎樣看目前的狀況 還有怎樣看復償之後 我們有沒有什麼機會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一些 令到整個強積金的運作 讓我們更加滿意的嘉賓跟我們聊天 今天我們嘉賓正正就是 對 積金局的管理局行政總監 鄭恩賜先生 鄭先生你好 你好 鄭總監 剛才說了 經濟風大雨大 是的 所以強積金的成績回報不好 也很難獨善其身 可以這樣說嗎 正確 完全正確 是的 強積金在去年 因為剛剛結束了2022年 我們總結一下 去年的成績是不好的 是 沒錯 是負15.5% 即是回報 是的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 剛才主持人你也說了 全球的情況都是這樣 看看歐美的指數 股票指數 其實都下跌了17至18% 如果說債券指數 也都是下跌的 去年很特別 股債齊下跌 債券指數又下跌了14% 我們強積金的回報 就在中間 是 中間 15.5% 大概差不多 是的 沒錯 即是同步 有點同步 是 你可以說是同步 原因是為什麼 其實強積金 很多人都以為 我們積金局跟它投資 其實不是 其實就是460萬個計劃成員 即是他要供強積金的人 他自己去把那些公款 買基金 而實際上買基金 香港人一般都是買股票基金 或者是混合資產基金 所謂混合資產基金 有股票和債券都有 這個股票基金 和債券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加起來 佔強積金的總資產 八成 八成 而股票呢 即是因為混合資產 即是股票和債券而已 如果只抽股票出來 都六成 你可以想像 即是跟普通市民 買股票 自己去投資 金融投資 沒有什麼分別 完全正確 所以其實強積金的投資回報 就很受到市況的影響 剛好去年 22年 是非常特別的 股債齊跌 所以無論是股票指數也好 債券指數也好 都跌了 所以導致整個強積金的回報 百分比是-15.5% 這個也沒得很遠 你看看 政府外匯儲備基金 是的 還肉赤 他們說不見到幾千億 不過我又想這樣看 程先生 雖然是跌 但是其實在過去的22年 但是因為強積金的制度 是2000年15月1日開始 都是賺多的 這樣說 你說得對 22年裡面 14年是正回報的 8年是負回報的 我又舉例 因為你看到市民大眾 或者計劃成員也好 打工仔也好 他們都集中買股票基金 或者混合資產基金 股票的百分比佔六成 即是大部分 你會看到市場好的時候就升 市場不好就跌 但是剛才也說過 22年裡面有18年是升的 有14年是升的 有8年是跌的 而看到跌的年份 期後又會上升的 即是說 其實這些升升跌跌是有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長線 都是向上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強積金就有10,000 去到去年年底 10,5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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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數字 多於我們的財政儲備 如果從強積金開始計算起 年率化回報是2.3% 是高於同期的通脹1.8% 現在參加 你剛才可以說的 現在不是積金局 幫你去投資 是的 但是參加積金計劃的那些證券商 他們有些人就會埋怨 你選一些股票基金不正 是的 這件事是否可以說的 如果你說這個是成立的話 那你和阿甲說要去買股票 選手 你都會覺得你選得不正 這個有沒有空間去研究 我們作為監管機構 雖然說是投資者自己去選擇的基金 但是我們要批的基金的時候 我們是看得很緊的 以及我們是監察他們的表現 如果表現不好的基金 我們又叫我們現在管理我們的基金 雖然你是基金經理 但是實際上 就是每個強積金計劃 都有一個受託人的 他們有一個受託責任 去確保其實那些計劃成員 那些利益是不受損 是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 所以他們一定是很緊張的 如果那個基金經理 他管理你的基金管理得不好 導致那個基金的表現是差的 其實他們就會說得極端一點 解僱了他 說得不好聽 或者不要那麼極端 就是說我給你機會 你要改善 你什麼時候不改善 我就換了你了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是換基金經理 我們市場其實這些基金的表現 是有一個指標的 有一個指標我們叫Benchmark 如果你是高於Benchmark 你當然是好東西 但是你是差一個Benchmark 就是說你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就要查找原因 他們受託人都要緊張 就是去找出什麼原因要改善 我們資金局都要看著他的 其實我們無時無可看著 這些基金的表現 我們都是要確保成員的利益 受到保障 那那些市民在打工仔 或者僱主 是 他們知不知道這個過程 因為那個監管 他們知不知情 就是不可以錯怪金管局 或者錯怪基金經理之類 他的表現不好 知不知道金管局 是有一個監察 監管的能力 明白嗎 我們希望是明白 因為剛才我也說了 計劃成員460萬 這麼多人 其實還有很多的打工仔 或者計劃成員 都是愛理不理的 所以我們做很多宣傳 教育 告訴別人 你要也要看著你的強積金 我們事實上在我們的平台 我們自己的積金局的網站 我們也提供很多工具 給一些打工仔 他們去看著他們的基金 包括那些 例如高風險中 沒錯 都是他們自己選擇的 是呀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們參與也知道 沒錯 我們在這個平台裏面 有這些資料 告訴他們 譬如說哪個基金的風險是高的 哪個是低的 他過去的回報是怎樣的 一年三年五年 或者由他開始到現在 他的回報是怎樣的 風險指數是怎樣的 還有他的收費 還有 我想借這個機會 說一說 管理費用 是不是一直都是一個話題 沒錯 有沒有可以減價 完全是我們針對的工作 我們其實自從有紀錄去量度 究竟收費水平的時候 就是2007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有一個基金開始比率 就是說你收多少錢 那時候100元收2.1 平均 這個平均數 去到今時今日 已經是100元收1.33元 即是1.3% 1.33% 這個跌幅其實是有30%多 其實我們是一直透過公開透明競爭 去將那個收費拖下來 拉下來 因為我們覺得是有空間 說真的 回報你也知道了程先生 沒有得保證的 你又不知道沒有人有水晶球說 明年的市場會怎樣 但是收費有保證的 寫到明的 你收得低 那我就變相回報高 那時候那些管理那些人 他們有沒有一個影響 他們參與的育肉呢 即是沒有肉食 我們為什麼要來呢 他們 如果你問我 他們仍然有很多肉食 所以我們 程先生 但是我們現在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就是積金二平台 因為整個基金 即是強積金 收費的成份 最主要是行政費 因為行政費是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強積金是每個月收工款 然後又要把錢放進去投資 如果有人不供款就追訴 很多行政工夫要做的 那這個佔的收費的百分比 是四成多的 即是說一元裡面 有四毛多指就去了那裏 另外有三毛多指是基金管理費 即是說那些 經常都說給一些基金佬 說得不好聽一些 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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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老賺了 就是三毛多指都去了那裏 另外還有一些受託人 這個 托管費 這些這樣的費 或者是保證人費 這些小小加起來 其實有三個主要部份 最大那一塊就是行政費 那我們現在這個即金利平台 我們正在做的 明年會推出的 就是把現在分佈在 那麼多的受託人做的行政 將它集中 成立一個 設立一個中央電子平台 所有就是中央做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這個中央電子平台 即金利平台是非牟利的 為什麼非牟利 因為政府判了給我們做 我們成立一間子公司 叫做即金利平台公司 因為即金利平台公司 只是收回成本的 那即金利平台公司的好處 就是它的規模效益 因為你現在分散 有13個受託人 即是那些架構 人力 不會重複了 沒錯 另外就是 最重要當然是我們不賺錢 我們是收回成本而已 另外就是 當然那個用家體驗會好 因為電子平台 還有你將這些數據 集中在一個電子平台 你就可以做很多 即將來的改革 要怎麼做都可以去做 現在分散了 因為你很難把這些東西集在一起 將來就會集在一起 我們估計過 這個平台一推出來 即是我們現在預計 明年就會推那個 逐步逐步開始推出來 頭兩年 行政費 現在說明年是說 明年 二四年 在說二四年 沒錯 二四年 因為現在二三年 剛剛開始 二四年 我們當 roll out 我們叫做roll out 開始推 因為整個過程很久 兩年的 我們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頭兩年 可以減了這個行政費 平均三成 即是說 你的行政費 不是 是行政費三成 譬如說我剛才說 你要給四毛幾指的一元 那你的四毛幾指 就先減三成 先減一毫幾指 起碼 起碼減一毫幾指 好了 去到十年之內 我們計算的數 因為又是那句 我們是收回成本 我們不是賺錢的 那麼 十年之內 我們計算的數 你可以省回300-400億 一個很大的數目 300-400億是甚麼概念 其實就等於行政費的 四成至五成半 這個數目就算了 是的 先喝杯茶 回來繼續計算 好 歡迎繼續收看 《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來 職金局行政總監 鄭欣慈斯德 鄭總監 說到回報 又說管理費 就是我們計算了很多數 有一個名詞叫做目標回報 是說甚麼呢 目標回報這個概念 就是說有些基金 可能他就告訴他的買人 我的目標 譬如好像近期 都有類似這樣的基金推出 他的目標就是打贏通脹 或者是高過通脹 即跟通脹 因為現在一些人都很… 想有些比較穩定的回報 他不想說大上大落 他就總之 你跟我打贏通脹就可以了 所以最近也有些基金走出來就說 他的目標就是打贏通脹 打贏通脹是2% 但這是目標而已 不是一個保證 因為保證是另一回事 目標回報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他可能設定了一些對象 對象在這些基金來說 他是要超越通脹 就是打贏通脹 因為如果你不打贏通脹 你好像沒有一些實質增長 在這些基金就是這樣 不過一般來說是比較… 我們強積金的計劃裡面 總共有413個基金 413個基金其實 這樣的設定目標是比較少的 大部分都是跟隨市場的走勢 即是浮動的 譬如你股票基金 你的回報肯定 跟貨幣市場基金是不同的 因為那個風險程度也不同 你是講求 譬如股票基金那些大部分人買 都是講求增長的 它希望每年都有5%至10%的增長 但是有些不想搏的 他就買貨幣市場基金 因為貨幣市場基金 就等於你去買 把錢放在銀行 那些回報就相當低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些貨幣市場基金 你一定追不到通脹 追不到通脹 其實這些人都知道 即是說你沒有實質增長 就是是錢 所以我們看到 香港市民或者假公仔 都很聰明 他們通常的錢 都是放在那些要增長那裡 當然 但是也看到他們都覺得 哇 你太高高低低 我承受不起 所以他們現在又有一些看法 就是想一些穩定回報 就是剛才我跟你說的 你不要跟我說有10% 但是誰知道 你可以升10% 你可以跌10% 沒錯 所以他們就說 不要了 只是追通脹夠了 你給我超過通脹2% 基本上我可以了 穩定 穩定 穩定那些 是的 沒錯 現在經濟不好 譬如說 有些人說那些 例如僱主拖欠 是的 我是不會的 我多慘我都要付的 好了 問題是 有些人說拖欠 罰則罰罰 但是會不會就是說 你明明是拖欠 就是已經沒有錢了 你罰也沒有用 沒有錢就沒有錢了 特別現在這樣的狀況 有些人還擔心就是說 通關之後 服償了 眼睜睜看著生意都做不到 因為自己沒有錢了 那些公司可能只有一個老闆 加上一個透支的戶口 你罰他也沒有用 如果還是這個 希望是短暫 另外你說 2022年不行 2023年應該有機會 是 這件事 罰則是否也不可行 我首先說這件事之前 一定要強調 香港的僱主 絕大部分都是奉公守法的 基本上都可以 好像你這樣 都是奉公守法的 他們其實只有一小部分 我想是少於16%的人 他們是持工 你不要說他們不供 他們是持工 即是拖 拖 意思是他可能 頭寸差一點 他的金錢有些問題 我們看到疫情前和疫情後 事實上是有個分別的 疫情前 那個數字可能是 比起疫情後的數字 疫情後是增加了成 我們要追溯 簡單來說要追溯 因為我們積金局的其中一個職責 就是要確保僱主是根據法例去供款 我們看到追溯的數目 那些中數是多了三分之一 多了三分之一 但是這個只是 我又要強調 就不是三分之一僱主要我們追溯 而是其實拖數的僱主 其實是佔少於一成的 可能是5%那些 但是實際上 拖數的人裡面 我們看到疫情前 疫情後 是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其實我們也看到 他們因為經營困難也好 或者專業資料也好 他們都是 暫時來說 他們是拿不到錢出來的 但是我們的職責就是保障成員 所以一有拖數 我們就立刻叫他要付錢的了 還有一件事 程先生 你拖數你遲一天 我也罰你5%的 要罰息吧 就是我們叫附加費 附加費 譬如說你欠100元強積金 過一天 我們要你多付5元 即5% 那5元就不是我們所付的 我們是付的 被拖數的打工仔 追回之後 一進去他那裡 換句話說 是補償 他遲了有那個公款 我們就這樣做 發覺到有很多僱主 我剛才也說了 可能是一個籌寸的問題 所以我們出了這些追溯單之後 他們有三成左右 都還付回 但接著那七成又如何 我們就真的要追他了 就是追傻佬 他們也會有些交回 但是有些 正如你真的說 他都可能無以為計 可能破產 可能結業 那些就沒辦法了 講到強積金 都二十多年歷史 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這個究竟是有期望不對 還是我們的法例和制度 可以改變呢 其實強積金基本上 就是去協助工作人口 還要工作人口 不是全人類 工作人口 只是打工仔而已 基本退休保障 這樣說得很清楚 基本 即是說很基本 不是說很多 簡單來說 用你的說法 你靠他就不行 只是靠他 所以我們經常倡議 你要自願性供款 你也要自己儲蓄 也要依靠一些 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設施 比如說房屋 或者醫療等等 你給打工仔的強積金 只是基本的需要 還有一件事 程先生就是 整個退休制度 是需要時間去發展的 是的 沒錯 我們就夜二年 其實整個 通常那些 不要說通常 直接是 那個情況就是 你要四十年才行 因為你由開始出來做事 去到你退休 其實是四十年光景 甚至超過 一條數而已 好像人家賣保險 沒錯 你五十六歲 六十歲才賣保險 當然 跟你二十歲賣保險 沒錯 我們現在正是處在中間 所以是要時間去發揮作用 但是就算你有四十年 其實說來說去都說 只是滿足到 那個基本退休保障 如果你要其他 你真的要有其他的 譬如個人儲蓄 譬如說自願供款 譬如說 現在不說不知 其實很多僱主 雖然有一些是因為經營困難 但是有很多是他主動 是跟打工仔 他的僱員是供多些的 那些自願供款 其實現在雖然我們叫做強積金 強制性供積金 強制性供款 但是其實每一年的供款 有兩成 就是說你有百元的供款 在一個積金池裡 其實有二十元是自願供的 不是逼你去供的 那些僱主是他們很僱主的 當然是 亦都是他可能用這個 去吸引員工 有一百元裡面有二十元 是他拿出來去供給打工仔的 那政府早前也有個特政 就是可購稅的強積金池供款 自願性 每年有六萬元 就給一些 譬如說都想儲點錢 為了將來退休儲備 每年六萬元是扣稅的 如果你是17%的稅率的話 你每年省到一萬元 每年省到一萬元 每年六萬元儲備 都挺可觀的 挺可觀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很簡單 就是老化 人口老化 工作人口減少 當然這個長遠才顯示 對整個積金局的運作 以及譬如那些證券商 有沒有影響 如果是老化 人口老化一定是老 你的人口減少 工作人口減少 我們的供款 只有65歲 即是65歲以上 就不用供了 當然 工作人口又縮小 又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計算的數 在這十年夜年 都沒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要再長一點 現在的出生戶 都直接有影響 是 影響學校 是 有的 但是那個幅度 還未去到 真的影響到整個積金池 會遲一點嗎 遲一點 會遲一點 譬如說你去到 因為現在二零二幾 可能去到二零三幾四零 可能開始會有些影響 因為可能工款額 因為工作人口減少 即是估計 那你便變成 現在一直升 即是 由十年前 我們那個強積金的總資產 四千多億 2012年的時候 今時今日 2022年 一萬零五百億 我們預計 它會一直上升 上升到去 三幾四零 可能就會平了 這是十年之後的事 對 十幾年之後的事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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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也計算過 2022年以往歷史上 跌得很 回報差的那一年 第二年就會反彈 一般來說是 一般來說 2023年應該也不是例外 希望是這樣 外面有些評論家也是這樣說 我們聽到 不過大家都沒有水晶球 你也要看看 但是我想強調 程先生 我們不是看一時三刻的 沒錯 我們是看長線的 反而有時候 老套一點都說一句 因為我們是 定時定額地供款 所以如果市跌 你那個定額供款 你可能會買多些基金 沒錯 買多些基金的時候 到市升的時候 你是賺多些 明白 2023年到目前來說 應該都是利好消息 多於負面消息 希望大家一切順利 好 這感覺也順利 好 多謝總教 跟我們聊天 多謝 至於大波街 下回分街 對